一大清早黑衣富人坐在別人機車上 手指盲得不可開交 一會兒按一會兒又轉 不知道是否發現機車置物箱沒動靜 最後他竟然氣急敗壞 本來放在龍頭下方的私人物品 一樣樣的被他甩出來 連牆面上的一張紙都不放過 當時有不少女子走過棋樓或是人行道 也被他突然喊了一聲 停下腳步來看 但發現不太對勁又趕快快步離去 翻車夫人出沒位置就在台中南屯區一帶 範圍很廣 但他卻三番兩次鎖定向上路的這條旗樓 他也有時候會隨機跟路人要錢 有時候他會出口罵人 還是會都還會擔心 附近店家都視他為頭痛人物 經常穿著黑衣 今年一月翻動機車的置物箱 五月十變本加厲 亂按按鈕還會朝馬路扔東西 這個月先把歧視物品向天女散花般拋出去 還撕毀了店家公告 這兩年來富人多次涉嫌竊盜及迴損罪 至今至少有四次被移送法辦的紀錄 在此呼籲民眾欲有可疑不法情勢 可撥達110報案專線 藉此建構友善通報網 最近疑似因為沒有財務損失 甚至車主根本不知情 警方尚未受理報案 不過地方淋漓間頭痛人物出沒 還是需要居民相互提醒 多加留意 在地新聞中整治理介營 台中報報導 請記錄